中華民國海軍組成立以來第一次的洛艦 各位不要小看這個洛艦這麼簡單 其實我們練了好幾個月 因為它洛艦要考慮到它的風向 考慮它的海流 考慮它的角度 那必須要飛機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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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的指揮台構成的通連 然後什麼角度進來 最適合 最安全 它完全抓得很準以後 才能夠洛艦 那麼依照我們洛艦已經洛了134次了 那麼這一次我個人覺得洛得最好 因為它完全沒有質疑 一下子就就定位 你不要看這個就定位的一個小動作 要練得非常的久 那我們同學也敘述的 在審訪中之內就把勾練 把它扣好 把它捂住 這個都要經過長久的訓練 那我們同仁是到海軍去訓練 那空軍總隊這個漏艦 還可以請英國的教官來教 來教 教了以後有信心 才分別從陸上漏艦 港口漏艦 再到外海漏艦 這樣逐步的來漏艦 才有今天這麼一個完美的 豐碩的一個成果 我想可以對我們中華民國 台灣的海巡署 跟空軍總隊的機艦的結合 就非常有信心 第二點報告的就是 我們這一次分裂式 有動用了九艘的艦團體 六艘的艦 三艘的人體 那麼分別有三千噸 三千噸 其實我們三千噸是三千七百二十噸 兩千噸比像這個台南艦 是兩千四百噸 然後在巡物九號一千八百噸 一千噸幾是一千八百噸 然後在金門艦是九百噸 南投艦六百噸 過來是一百噸 六十噸 五十噸 這樣展示到我們中華民國 各個大小艦艇的一個分裂式 那各位不要看這個分裂式好像很簡單 開車好像不是喔 因為大艦的逆風耐浪 速度跟艦跟艇是完全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艦長的事先必須要協調一致 艇可能要放慢 艦可能要加快 這樣這個距離才能夠保持到0.2海林 這個要保持0.2海林 講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可不容易 要經過很長久一段的磨練 而且要抓得很準 一條一直線不能彎彎曲曲 而且因為每條艦跟艇所受的封面不一樣 大艦受封面大 它的移轉角度就會比較大 這個也要調得很準 所以各位不要了解說 雖然海上的一個小動作 其實我們要訓練好久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海訓署在王署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所有通知坦白講 將士用命非常的努力 經過了大概兩個月的演練 不斷的修正不斷的調整 還有今天美滿的成果 也展現在我們各位媒體小姐 各位先生的前面 也希望媒體小姐先生 都給我們鼓勵 給我們加油 讓我們中華民國COSCA 更有信心好不好 好 好 現在開始看看各位 有沒有什麼要提問 好來 我們那個洛艦最長的距離大概多遠 好洛艦的話 依照我們的3000噸幾的話 它是24公尺 24公尺 你說離海岸呢 離海岸是吧 依照空軍總隊員他們告訴我們 它可以在90海里內都可以洛艦 90海里 它的飛行距離半徑 因為你距離還要回來 所以大概90海里 100海里應該是OK的 因為它的油箱加油量 所以剛剛空氣總隊長來跟我商量 剛剛我們艦上 將它能不能儲備油量 假如儲備油量的話 當然會洛艦來加油 那距離更遠了 我說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再來研究很搭配 我推得一雙倍就對了 對 那我們的船上 都有這個油庫的設計 但是飛機的用油 各位知道 不是車廂的用油 航空業是特別精密的 每天都要檢測 達到那個標準值 那才可以加給飛機的 所以他昨天 剛剛在管理台上跟我們研究 我說沒有問題 我們再跟你搭配 這樣距離就可以拉得更遠 這也是馬總統的希望 希望把手伸出去 這樣子這個意思 那我們現在的海巡署 的護衛的範圍 是大概在哪一邊 簡單這樣介紹 謝謝各位的關係 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一個議題 在東北方 就是以我們中華民國 所法定的暫定制法線 當時民國九十二年 行政令所公布的 那後來在兩年前的 台日預約協議事業時候 又多出來了 所謂的四千五百三十平方公里 這總統剛剛在自主的講到 所以現在我們的負儀範圍 就是暫定制法線 再加上這四千五百三十平方公里 的所謂協議水域 這個都是我們北方的負儀範圍 那 台日行合約 多出來的四千五百三十平方公里 是 是 沒錯 就是那個緯度 緯度的話 最遠的地方是到二十九度三 最遠 差不多是已經快到浙江的外海那裡 因為我都去過 我都大先去過 到那個地方相當遠 我已經去過好幾次了 那北方 那南方呢 南方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 金融港一出去那邊開始算 這是北方 那南方的占儀資法線就是 榮委會所公佈的 南方負儀的所謂的南界線 緯度可以到十八度四十分左右 以前是二十度 那後來廣大新案 總統不是講了嗎 我們 全國之力 要求菲律賓 後來我們就拉到了十八度四十分 但是有一個問題 這個時候 跟菲律賓的海域 發生了重疊 這個重疊的專屬經濟還有重疊 那個就是希望要簽訂協議 要協議 因為兩國之間就是靠協議來簽訂 大家遵守規定 那現在就是菲律賓 在這方面還有不同的看法 那外交部跟榮委會 跟我們都在努力 希望能夠達成 現在協議還沒簽嗎 還沒簽 還繼續在努力 那已經達成了共識 就是說 第一個 不能使用武力 就是不准開槍啦 不能像你簽一樣 第二個 你要取締我的漁船以前 事先一個小時 要通知我們漁業單位 還有Costco 我們趕快通知漁船 你趕快做處理 互相抱怨 對 第三條說 萬一真的違法 總統講過 負於不負斷 萬一違法 被你帶走的話 也希望儘快地 繳完錢你以後 示威 大概目前有達成這三項共識 那最根本還是要協議的簽訂 那目前兩國之間外交部 還在繼續地在協商 我想外交部長前天發布一個新聞稿 大概是這個努力的方向 是這樣的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要 我們這個空中三領域的這個中線 臺亞中線 有沒有影響到我們到海巡呢 這個不影響 原則上是這樣 金門跟馬祖是以近線之水域 就是四千六千公尺 因為金門很近嘛 金門我們在那邊舉辦 220一個收集委員也是我主持的 很近 所以就四千六千 那假如像馬祖就比較寬一點 那就所謂的中線為基準 默契 我的公務船不過去 你的公務船也不過來 那假如萬一雙方面 有發生在追棄的時候 這些違法的船艦 可以互相通報 互相追棄 還是這樣的 這個管道非常暢通 那我們現在對大陸的漁船 我們都怎麼處理 大陸漁船的話 越界的話 叫做越界 越界的話 第一個 假如是很單純的越界 沒有捕撈行為 我們就把它驅離 幹走 假如它有捕撈行為 那違反我們國家的法令 那就依照兩岸人民的關係條例 第八四條之一的規定 帶回來 那帶回來 處問方式就很多了 以後可以默契 漁船也可以默契 人員也可以留置 最久可以留置到三個月 那麼最近我們採取這個 比較重的一個處問以後 確實少很多了 那划款呢 最近立法院有修正三個月 才修正通過 可以划到三十萬到一千萬 我們也定了一個標準 那這個主要 到底是多輕多重 要看它有沒有故意 有沒有裂患 有沒有常常來 還有犯案的態度 涼不涼 假如說我們要取締他 他要撞我們 那你說你就是故意的囉 那我就重了 重出問題 當然上個禮拜的下山會 不是在金門嗎 也提到了這一點 那大陸也非常的尊重我們的意見 所以最近我們來看 是降低了很多 所以還是要大陸的漁船 因為他們大陸自己來管理 才是解決的方法 會不會是我們的漁被抓光了 他們不想來 這個造業 一般來講 我們隨意的漁業資源保護 是比大陸那邊要好 我們這邊漁民 因為長久的教育 還是比較 該保育的保育 沒有達到那個尺寸大小的魚 大概都會放掉 大陸的這個觀念可能 還有在加強 謝謝 是這樣的 好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 什麼要詢問的 有沒有 好的 因為現在飛機是用空軍總隊 那當然海軍 有沒有必要說 那種 例如像無人機的定義機 或無人機的直升機 我們有研究過 也跟中科研訪問過幾次 那麼就我們了解 現在中科研的無人機 是給陸軍在使用 對於海上的這個無人機 技術這方面 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陸軍已經在用了 當然在海上這一塊 因為海上就生不到很多的問題 海象 風象 這要考慮 這個 還有在雙方面聚集再研究 是這樣的 叫UAV 無人機 是這個樣的 好 來 補導那個無人機的需求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你們 假設拒絕中科研的需求 那事實上 中科研並沒有成熟的產品 讓你們所採用 那你們海巡處有沒有具體的 對這型無人機 有沒有具體的起飛起降的規範這樣 當然 在海上 無人機的主要模擬就是說 像手一樣伸出去 到更遠的地方去做偵查 然後傳輸回來 尤其是在搜救這方面更有幫助 但是我剛剛講過 他陸上陸軍已經採用了是很純熟 但海上這一塊 我們雙方面還要努力在研究 因為海上 到底不是陸上 聽得到很多的影響的因素 譬如它的穩定度 它的回船的解析度 還有回來了以後 能不能很精準的 這樣都在我們艦上 你在這樣在台上 這些都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 所以我們雙方面還繼續在合作 並不是我們拒絕它不是 是繼續在合作 而且所需求的因素 所考慮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是這個原因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媒體小姐先生 還有沒有什麼指教的 我們這邊是常常都人力不足 我看都在招生 這個是什麼原因 是這樣因為馬總統剛剛也在 在說明裡面也說明了 我們總共造了37艘的大小艦艇 3000噸的兩艘 2000噸的一艘 1000噸的巡物船有三艘 1000噸的巡物艦有四艘 100噸的有28艘 那請問一下船要有人開啊 所以我們就向行政院 爭取了628位 在警察大學跟警專 你看到年輕輕人都知道 剛畢業沒多久 也都是我的學生 畢業這一批人以後 但是警大畢業是一個理論上而已 他還要上船來實習 還要上船來跟像師父 帶著土地一樣還在學 因為船上的東西有很多 不是你書上學得到的 明明幹幹 那就要將一個師父帶著一個土地在學 那麼目前是慢慢的可以接上來 你像那個今天漏舰的那個伊蘭舰 幾乎全部都進到畢業了 舰長也是 學習的學生也是 所以平均年齡最近28歲而已 未來的希望 所以我們現在投入富裕的舰體 都有多少艘 我們有161艘都投入富裕 但是要看距離的眼睛 假如是在跟中國大陸這一塊 大概一百噸幾就夠了 但是你像菲律賓 像釣魚台 那就要千噸以上 我講一句實在的話 到了外海去了以後 國跟國之間完全比實力 所謂以前所說的 船艦泡靈 你船到火力場 當然你就更有信心了 所以為什麼馬總統一直交代 要照大艦的明明在這 那目前全世界上的Costca裡面 大概三千噸幾是最主要的主力艦 所以我們三千噸 就是說上千噸的有多少 我們三千噸目前有四艘 上千的才十艘 十艘 所以我們還去一下 總統不是講的話 第一的是中國大陸 到目前為止 就我瞭解是有九十四艘 日本七十三艘 韓國二十六艘 所以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 這個要媒體記者都跟我們加油 照件很貴 這個三千噸幾的一艘 多一到十六艘 都是燒錢 那水泡跟火炮的使用時期 可以稍微講一下 水泡也是武器的一種 那一般的話 我們以前 在釣魚台跟日本在噴水的時候 坦白講那不是水泡 那是消防酸用水 所以沒有射得很嚴 所以有一些媒體就不同界 那後來總統交代說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三千噸的 可以到一百二十公尺 那全世界我們有瞭解過 全世界的Cosca的巡航艦 最遠是到一百二十公尺 消防船是例外 因為它是特殊船 可以到一百五一百八 那一般的一百二十公尺 是已經到頂級了 所以我們三千噸的 目前可以射到一百二 兩千噸的像這艘 可以射到八十到一百 那這個主要的原理就是 把海水吸進來 結果半部的駕壓再噴進去 所以表示說 我們的力量已經足以跟世界不同 我們那個 那兩艘高雄 不是都有配備四零快炮嗎 有 我們兩千噸的一個 有啊 四零快炮是這樣 叫做色控系統 它不必像惡靈的